感谢关注 哈萨克韩国形成之前 也就是说在1500年之前吧 整个该地区的这个地区的历史 基本上是依靠中国的史料和伊斯兰的史料 还记录的该地区的历史 当然还有一些考古材料 比方说其他人就是赛人赛种 比方说乌孙大肉质小肉质 这都是中国文史料中的 对该地区的一些记载 当然最著名的就是匈奴 匈奴之后的那些在草原上 建立过大的游牧部联盟的那些 jape的 但我为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 前至尊敬独播剧场—— 国际